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夜跑 吸引许多路人围观 被赞真人比照片更帅 王一博惊喜现身红米星机发布会 夜跑吸引众多路人围观 什么? 王一博居然去夜跑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对不对 按理说 这个时候王一博不是应该在上海 忙着这就是街舞总决赛的时候吗? 怎么可能现身北京红米发布会? 这个那就要问 牛气红红的小米了 听闻雷总包专机接送的 这次的新机更是王一博专属定制款 良心机发布 价格很亲民 配置够逼格了 更重要的是 人家设计了全新的立体悬浮设计 打造了一款限定款 王一博专属 这也是为何王一博必须出现的原因了 更重要的一点 小米更是别出心裁 搞了一个夜跑活动 梦幻联动了王一博的 代言品牌安他一起 拉着王一博 一起在自己的小米产业园中 来了一次夜跑行动 这就是我们很多路人今晚看到的场景 王一博夜跑 吸引了太多的路人围观 火得王一博哦 见过本人的 居然一口同声说 真人比照片帅多了 通过他们发出来的视频跟现场的照片看 一身黑色运动套装的王一博 整个人状态确实活力满满 黑色巨显瘦 一身黑色更是显得王一博轻瘦不少 再加上本人肤色偏白 整个人看起来如同瓷娃娃的模样 让男生见了兜极度 女生就直接嗷嗷叫了 没办法 王一博真人确实如此 见过的都说 他不太上镜 镜头电视中的他 都没有真人帅气 见过众多明星的人 居然在见过真人王一博后 都说 这个颜值确实是当艺人的料 太好看了吧 话说回来 王一博也跑冲上热搜 这是因为配合主办方的要求 谁也不知道这个画面在粉丝眼里 更多的是心疼 很多王一博粉丝说 并不知道他的任何行程 早上接近十点多才从剧组出来 明后天就要进行街舞彩排了 整个行程是很劳累的 谁也不知道会惊喜现身北京 还要夜跑 太不容易了 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最近的王一博确实是让人听着心酸 娱乐圈他房一片片 只有他在努力搬砖中 无奈还要当搬运工 用来挡话题 这也是为何去流量了 真正有硬实力的人 才能有些清晰的思路 明确的目标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久久围攻 越发明白 成为顶级流量的艺人 绝对是有着货真价实的毅力跟恒星的 要不然大浪逃杀流量 总有消耗殆尽的时候 自然就会塌房或者退出 纵观王一博的这几年 为何持续性受到众人关注 是我们看到的成长 他实力的输出 勤勤恳恳地拼搏 那股拼劲一直都在 王一博之所以被太多人看好 确实是一个自吻 清晰地明白自己的需要 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目标 一步一步在成长 不怕吃苦不怕累 一直保持了一个热爱积极向上的状态 什么也不多说了 继续看好这个年轻人 是金子 总会越墨越亮的 街舞总决赛 一波王闸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